大家好,歡迎來到BotChange Channel 今天我們會教大家怎樣吃AXS 如果大家不太了解AXS是甚麼例子 大家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裡面是我們對AXS的詳細分析 AXS的熱潮由年頭到現在依然沒有減退 在年頭AXS的價格一直持續上升 除了裝拖的對戰到NFT的賣地到現在可以做staking 在開放的staking到現在已經大約升了50% 我們一齊看看staking的白皮書先啦 指押的目的是為了鼓勵長期持有AXS代幣社群成員 指押完之後他們可獲得社群的投票權和發言權 rewards是透過Payers的Pay & Spend 遊戲在獎勵裡面再出一部分出來放在Community Treachery 再rewards給AXS的holders 值得注意的就是每當claim和restrict都需要等多24小時才可以做下一個動作 事不宜遲我們立刻開始我們今天的教學啦 首先我們約在AXS Infinity的專用wallet 之後再注冊wallet的wallet 記住要記得自己的perfect key 和自己的recovery phases 自己不要外留給任何人 如果你是使用Binance的話 你可以直接withdraw到wallet的wallet 也可以使用metamask 不過事前記得準備大約0.02顆的ETH 作為guest fee 作為bridge 將ETH轉去wallet 當你完成了轉去wallet之後 你就可以stake你的AXS啦 但如果你的wallet未做2FA的話 你是不可以直接在wallet做transaction的 所以你首先要去AXS的marketplace 到complete setting 當你完成了2FA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100次的免費transaction fee 再來到staking的頁面 按approve 再confirm 等一會之後 你就可以再按stake 輸入你的數量 再confirm transaction 等一會之後 就完成了staking的啦 等我們再解析它的estimate rewards 和你真實拿到的reward 會不會差很遠 我們看到現在有0.0022顆的AXS 再看我們stake了多久 是7分鐘 stake了7分鐘之後 就有0.002顆的AXS 之後我們再以0.0022 除了7 再乘60 再乘24 再乘365 大約就有165 我們將165 再除了63.3553 最後我們計出來的APR到底是260.7% 讓我們簡單總結一下 做完staking之後 我們發現rolling的速度都不錯 而且頭100次都是免費 不用給transition fee 對剛剛玩device用家 是十分之好 近期AXS的發展 的確是十分之優秀 除了幣價一直高高之外 匯條再反升 在一種gamefile幣裡 表現得十分之強勢 作為暫時gamefile的第一代表 在社會實驗的升級 同時是考驗了 AXS的經濟模型 之今年的第一步 預期以此勢頭 AXS的下一步 可能會加強在NFT marketplace的地位 更加多人買入AXS 如果不是的話 一旦形成了陽毛 出自身上的資金鏈 長期來說 都不是一件好事 而暫時 AXS的增長引擎 始終都是靠玩家的增量 相關的分析 可以看回上一條 有關AXS的深度分析片 中短期的價格 目標暫時已經到了 希望大家也保持得開心點 不過我們作為投資者 仍然要時刻留意Pool的Total Value Lot 和Valium 以及AXS的價格改變 不能夠看到APL高 就隨意投資 我們Botchain之後 都會繼續介紹不同的Dapp 和Device的項目 之後會再教大家 如何有效準備ICO 和講一講AirDrop的稅子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project 想我們去實測或評估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